你知道如何在古代吃白食吗 这个老头名为冯欢 也为家中一贫如洗 便想着成为孟长军的时刻 谁知他一气之下正要离开 孟长军却将他给叫了回来 孟长军填文时任齐国丞相 平日里最好结交能人一事 他见状连忙将冯欢服起 询问他来此有何贵干 孟长军表示既是来做时刻 想必先生定然有所专长 谁知冯欢文言却哈哈一笑叹息道 孟长军心知又来了一个吃白食的 于是便吩咐涉监安排他做了下等时刻 哪知这冯欢却不知好歹 到了饭点时 剑下等时刻的吃食竟都是一些粗粮和菜叶子 竟是拍阿尔喜对着长剑唱的 长剑哪 长剑 这儿食饭没有鱼 咱们回去吧 射监文言立马把这一状况告知给孟长军 孟长军一想此人如此大胆 恐怕是有几分真本事 便让射监提升他为中等时刻 谁知这好酒好菜还是堵不住冯欢的嘴 当他看到别的食客都拥有专属坐驾时 又忍不住对着长剑抱怨起来 射监听闻后又将此事告诉了孟长军 不久之后冯欢变成了高等时刻 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作家 可哪知这老头却并不满足 剑哪 剑 快回去吧 没钱成家呀 这下连一旁的射监都看不过去了 觉得这个冯欢简直就是得寸尽尺贪得无厌 这个老东西贪得无厌 没有鱼要鱼 有了鱼要鱼 有了鱼又想要老婆 大人 我看把他撵回去算了 孟长军听闻也是感觉有些头疼 不料就在这时冯欢却正好走进来请安 而孟长军也正好春季试探 表示要派个食客去催收自己封地百姓的欠款 而这可是一件苦差事 但让孟长军没有想到的是冯欢却一口将此事揽了下来 离行前还贴心地询问孟长军是否需要采买其他东西 你看着办吧 府里缺什么就买什么 是 就这样冯欢来到了孟长军的封地学艺 结果却被老百姓纷纷围住宿故 丞相开支浩大 他也有难处啊 丞相再难 他还养着三千十克呢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冯欢顿时被说得哑口无言 看着眼前这些食不果腹的百姓 他便自作主张替成向下列 让有能力还债地定下期限 而实在还不起地便将债务免除 老百姓一听还有这种好事 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而冯欢也不多做解释 当场便将账本带头焚毁 老百姓见状这才放下心来 将手中借据纷纷扔入火堆 而这可气坏了家中的孟长军 那只冯欢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出门的时候我记得问过你需要买点什么 你说看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 而在我看了家里什么都不缺 却唯独缺少了百姓们的情意 此时的孟长军还没有明白冯欢的良苦用心 但冯欢却没有多做解释 也为他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孟长军就遭了难 不仅被齐王罢出了相尾 就连手下的三千石鹤也仅剩下了冯欢一人 谁知就在俩人返回封地时 在离薛国还有十多里地的时候 老百姓们就纷纷跑出来迎接孟长军 以此来感谢他去年免除债务的恩德 冯先生 这就是你一年前给我买回来的情意啊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 主人公冯欢的名字多有争议 主要是因为在战国策中称呼此人为冯轩 而在史记中称呼此人为冯欢 而轩字的字译为欺诈旺季 一般是不会用作语人名的 所以冯欢的叫法应该更加可惜一点 冯欢的冯欢